來到 Form 5 Grammar 的第四課 Gerunds and Infinitives 首先想考考你 用幾十秒的時間 你可以先停止影片 一分鐘吧 或者看看ABCD這四題 看看你明不明白 其實這四句都有一些所謂Gerunds 和Infinitive的錯誤 那錯誤在哪裏呢 你可以先停一停 停一分鐘 先去mark一下 看看有哪些錯誤出現 好了 那開估了 好 什麼叫做Gerund 什麼叫做Infinitive 我們去看看 其實 為什麼出現了這兩個所謂Grammar的東西呢 就是我們學會的句子 應該是S,V和O S,V和O OK 但是 我們 是否永遠寫的句子 都是這麼簡單 就是小明起床 小明擦牙 小明洗臉 這樣 是否永遠都是寫這樣的東西呢 我想就不是的 是嗎 我想我們越來越寫得長的句子 就是你會發現 咦 我們其實動作不單止只有一個 OK 可能很簡單的一個句子 就是我想去游泳 OK 其實你已經想想想想想想去游泳 OK 如果你要一隻隻字翻譯英文的話 似乎已經有三個動作了 是不是 OK 好了 所以 但是我們不可以 破壞一個 rule 我們不可以犯一個錯 就是 所謂一句多於一個動詞 OK 這個是永遠都是一定正確的一個 rule OK 在英文的句子裡面 所謂一句一動詞 這個其實是真的不便的 這個是一個 ground rule OK 所以我們就衍生了 有幾招來去解冊這個問題 OK 就是說 但是我又真是 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剛才說想去游泳 其實已經是幾個動作了 在英文裡面已經計算幾個動詞了 那怎樣 I want 有 full stop 跟著 I go 有 full stop OK 那不是吧 所以呢 我們就出現了這兩樣東西 但是 深的地方就是 就是 英文難搞的地方 就是 它又不只有一個方法 拆解這一招 OK 有好幾個選項給你 那這些選項呢 反而對我們來說 就是要死記的東西 是吧 例如 我們原來 有一些叫做 gerund的東西 是吧 這個就是 gerund 是不是 Holding Holding OK Dave呢 建議搞個party 在他家裡搞個聖誕party OK 原來呢 就不是true OK 原來就不是true 是suggest holding OK 好了 Offer又很有趣 OK 我想給你一些東西 OK 我想給你一些東西 或者是我自願提出一些建議 OK Janice呢 就說了 我offer自己呢 去做個cheese cake OK 好了 但是 誰不知呢 OK 不是誰不知 Dave的parents 更好 Let us to stay 大劑 OK 原來有一件事 這個就是 剛才be那句 就是所謂infinitive 是不是 就是加個to 給他 又或者 有 以前我們學的 就叫verb to be OK 那些都是名字來的 就是gramma的東西 不用理會它 那麼多東西 好了 那 另外一個名字呢 就叫做Bear infinitive 是吧 OK Bear infinitive 那就是 這裏了 如果我們用let 原來就不用 用to 是吧 你聽那首 Elsa唱那首 Let it go 是吧 那你不聽到Elsa唱 是let it to go 是吧 如果這樣唱就很奇怪 是吧 那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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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三招 OK 去拆解 就是這個所謂一句 裡面有幾個動詞的問題 OK 那有一些情況 去到D這個 就是我們既可以用 infinitive 又可以用gerent 有一些這樣的字眼 例如love start 這些字眼 OK 又可以用start doing 又可以用start to do 都ok的 那這個呢 就是所謂的gerent 和infinitive OK 還有呢 還有第三個 叫做 什麼都不加的 OK let me stay 或者好像那首歌 let it go OK 這樣的 好 首先 這件事 其實 都是啦 初中的時候 我們記得有兩個表 OK 在每一本grammar書 無論你用Longman 還是用Oxford 還是用其他的grammar書 在初中的時候 你都看到一個表 那這本書都有的 OK 去到後面的版 都有這個表 OK 那麼 這個真的是 如果小時候不背 那 老大 都不是悲 的 不過要背 OK 總之呢 其實有一堆的字眼 有一堆的字眼 當我們用這個意思的時候 OK 我們在他的後面 例如 fancy fancy fancy是幻想 或者想 我們很多時候 不一定是說一些很虛幻的 你問別人 一個比較有趣的字 你不只是問別人 Do you want 你可以一個加強語氣的說法 Do you fancy OK Do you fancy fancy 後面 你想不想吃pizza OK 那我們就會用eating OK 講那個gerent 不是這個字本身 一定要ing 其實有些同學 都有點誤解的 不是這堆字本身要ing 而是這堆字 如果我們要加一些動作 Fancy 想不想吃 Fancy eating OK 你介不介意 比如mine Do you mind 你介不介意 借尾 又或者你介不介意開窗 開窗 就怎樣 Opening the window 是吧 OK 那mine的後面 我們用ing 其實這一堆字 全部都是這樣 OK 所謂的動詞 再加一個gerent 動詞加一個gerent 其實那個意思就是這樣 這樣用的 OK 好了 然後這一堆 其實就是 在你作文裡面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可以 特意去試一下 用的一些結構 讓你可以在文章裡面 都用一下gerent 這一樣東西 記住 學完這些gram 你不用 是沒有人知道你懂的 你不用在你的作文 是沒有人知道 原來你玩了很多gram OK 那你玩了很多gram 自己作文 仍然都是寫一些很低能的句子 那有用嗎 是吧 所以呢 記住你學了這一堆東西 OK 其實即時就可以用的了 譬如is no good 和is no use 不好 或者是沒有用 OK 不好或者是沒有用 你做評論 其實經常都可以用這兩句 OK 一些東西沒有用 OK 一些東西不好 那就很簡單 is no good traveling alone 自己一個旅行不好 OK is no use to bring in too many clothes OK 太多衣服 沒有用 沒有point 沒有point 經常都被人罵 這個東西 說話沒有point 那是什麼呢 就是meaningless 就是沒有意思 所謂說話沒有point 是吧 OK that means it's meaningless OK 那我們就要加個in OK 我們要加個in 請記住 好了 跟著 如果你很難 做不到一些事情 覺得這件事很難 或者是 對我來說 很不容易去做的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結構 OK 有沒有in 都可以 有沒有in 但是都是跟gerend OK 浪費時間浪費錢 我們可以把waste 這個字呢 由動詞 變成名詞 那有個好處呢 就是你可以用到gerend OK it's a waste of time it's a waste of money OK 不是to all 是ing的 OK 好了 最常錯的呢 其實是這個字 spend OK spend spend 其實是跟gerend的 OK 不是spend多少錢 to 做什麼的 OK 是spend多少錢 buying什麼 OK 到F這個 Field 或者Field like 就是我感覺如何 我覺得 我想做什麼 現在年輕人都是憑感覺做事 對吧 都是用ing的 OK 這樣啦 好了 這個呢 要打個聲聲的 什麼叫幫你不到呢 就不是幫你不到的意思 OK cannot help 其實呢 不是解釋幫助的 OK 當然啦 你說I cannot help you 那就是 不是解釋我幫你不到嗎 是 OK 但是呢 如果你在help的後面 加一個ing 而不是就這樣說 I cannot help you OK 你不是這樣 不只是這樣說的 OK 其實這個呢 就不是幫助的意思 OK 這個是解釋 就是我 不禁呢 就是要做些什麼 我寫一下中文 不禁 不是18禁 那些禁 OK 就是我忍不住 就要做些什麼 這樣而已 I can't help thinking OK I can't help thinking 就是說 忍不住 就想起些什麼 OK 另外這個 都是聲聲的 就是go go go 總之我們去做一些活動 go traveling go running go swimming 是永世不用用to的 永世不用用to的 OK 只有什麼情況 是要用to呢 就是你去一些地方 OK 但是除了回家 go home 不用go to home 也不用go back home go home就可以了 OK 但是如果你上學 上班 就go to school 和go to work 是吧 OK 但是 其他的活動 這個是說一些 Activities OK 我們全部都不用用to的 這個是很難搞的 就是因為我們 比go to school 和go to work 這兩個term 影響得太深了 很多時候 我經常都聽到同學說 go to shopping 是吧 可能自己都想起 對呀 我也經常說go to shopping 這些都是錯的結構 其實shopping 都是活動的一種 是吧 都是你去出街去做一些活動 OK 我們都會用就這樣的ing OK 就這樣的ing 好了 跟著這一個 我們可以就是 螢光不highlight的 W-O-R-T-H Worth Worth這個字很有趣 這是一個形容詞 解釋不值得 OK 值不值得 去這個巴黎鐵塔 值得一去 Is worth visiting OK 記住 Worth的後面 Worth的後面ing OK 好 這個呢 我們在時式的那一課 其實我們有講過就是 習慣做些什麼 如果你是說現在我們習慣做的東西 是用ing的 OK I am used to OK 最後 這個呢 經常老師都會在書信的那些作文裡面 我們會講到這個 Look forward to Look forward to OK 這個to 其實 為什麼要跟ing呢 很多老師都叫你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死記了 我就嘗試解釋一下 其實這個是一個preposition OK 其實所有的preposition 包括in,on,at,of,for 諸如此類 OK 所有的preposition 其實呢 都是在後面呢 我們會用ing的 OK 我們在後面都會用ing的 OK 所以呢 這個to 都不例外 這個Look forward to 我們都會用一個ing 就是這個意思 好了 這些都是一些很基礎的東西 中二三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學過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溫習的形式 OK 然後去到這部分呢 以前小時候學grammar 就是很懶惰的 我也知道 我自己做學生的時候 都是這樣的 我背了這個表呢 在這裡 我背了這個表呢 就應付到考試了 這個就不用背了 是嗎 就不用理去的 這些字我不用懂的 但是現在呢 我都說了 現在呢 考你grammar的地方呢 不是給十題填充題 不是給十題MC提你 那你就 請你將這些字 想一下哪個是gerent 哪個是infinitive OK 那不是這樣 現在的grammar 在哪裡考你 是你作文 你自己寫不寫出來 OK 所以這些字 這些字 不要再打個交叉給他了 OK 你要懂的這些字 是不是 你要懂得用的嘛 你要懂得呢 就是他們怎麼解的 是嗎 OK 而道理一樣 我們講的 當我用這些字的時候 OK 我們用這些字的時候 我們呢 就在後面呢 就會用to 而不再用ing OK 就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這些呢 你看到呢 其實都是一些常用 在你作文裡面 要懂的東西 OK 所以你不懂這些字 麻煩你填字典 填好了它 OK 好了 那跟著 這些呢 其實都是用to的東西 那我們不詳細講了 這個比較簡單 大家可以去這些練習 去認識它們 OK 好 那還有什麼時候會用to呢 OK 我們跳 好了 跟著我們跳幾版呢 去到4.2 去到4.2 OK 在這裡呢 我們有幾個字要特別去記一下 在左手邊 這裡 這一堆的字 OK 那因為呢 這些字呢 其實它既可以用gerend 又可以用to infinitive 但是呢 它們的意思呢 是有不同的 OK 它們的意思呢 是有不同的 OK 那所以呢 有一些呢 其實都幾大分別 甚至乎是倒轉了意思 其實呢 所以呢 千萬不要就是去用錯了 用錯了的話 在你的作文裡面 你解不通你的句子 那我就不會給到分離了 OK 好了 那也有很好的機會 其實在你的作文呢 你見到這些字很淺的 OK forget stop try 這些字呢 其實你也會的 那不妨在你的作文裡面 其實自己試一下去用 OK 去show一下 我又懂得forget doing 又懂得用forget to 或者remember to 其實這樣呢 你就又得高分一點 好了 那就講一下了 forget和remember 擺在一起 為什麼呢 因為它們幾時用ing 和幾時用to 那個道理是一樣的 forget也好 remember也好 你用ing 是一些你做了的事情 OK 你做了的事情 那什麼叫做 我忘記了我做了 經常都有的 是嗎 OK 經常都是這樣的 你放了一些東西 找不到的時候 是嗎 OK 放了銀包在房間 OK 然後找來找去 都找不到 然後呢 終於找到 你就會說 我都不記得了 放了在房間的 OK 但是你是放了在房間 這些就叫做 你不記得了自己做了的事情 是嗎 所以forget doing OK forget doing 比如這個 OK 不會不記得 OK 不會不記得 看過這個 Sunset OK 好了 remember 這個很容易 OK 我記得做過什麼 這個大家都明白 好了 to的東西是什麼時候呢 是怎樣呢 就是 一些我們未做的東西 OK 所以兩者是真的很相反的 OK 兩者的那個 用法 OK 一個是做了 一個是未做 所以這個呢 其實是一個提醒 OK 如果你用forget to 或者remember to OK 這個是一個提醒 多些的 通常會叫你 不要不記得 去幫我買東西 don't forget to buy什麼 又或者remember to 就是記得要做些什麼 這個是一個提醒來的 好了 跟著stop OK stop stop很有趣的 以前小時候上學 吵到拆天 老師就叫你stop talking stop talking 有沒有一個老師 會叫你stop to talk的呢 好像沒有 OK 原來就是 因為stop doing 才叫你不要做這件事 所以stop watching TV OK 不要看電視做功課 兒子 這樣呢 就會用ing OK 如果叫你stop to watch 如果叫你stop to watch 那就大件事了 就是叫你 喂 你不要做現在正在做的事 去看電視 OK 所以 又是了 兩個完全相反的意思 記住 stop to watch or stop to do that means 請你停了手上面的工作 OK 而去做後面的工作 所以如果老師叫你stop to talk 就很奇怪了 你本來已經吵到拆天 OK 整班小息回來 打鐘都不理 然後老師進來就叫你stop to talk 這樣 那就繼續吵到拆天 所以如果有老師這樣跟你說 你可以繼續說話 好了 try doing try doing try doing 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 給一個ing 在try的後面 這個是一個實驗 實驗的意思 那你說 那不就很少用 一定要在實驗室才可以 可以講這個字 不是 所謂的experiment 其實是 你不知道 OK 你不知道行不行 其實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說 人家問你 我應該怎麼做 那你就 try 這樣 就是 譬如這件衣服 吃東西弄髒了 try rinsing it with water 不過都不知道行不行 很多食物的職員 就這樣用水沖都不行 你純粹 敷衍一下人 敷衍一下他 試一下 不如你試一下這樣 那你就用try doing try to do try to do 其實就是 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結構是這樣 try your best to 做什麼 就是盡力去做 所以 try to 都是有一個這樣的意思 就是說 我嘗試去做 不過做不做到 就不知道 OK 那 這個是 不關那個結果是怎樣的 OK 結果是 其實很明顯 是一定會做到的 OK 那 譬如 I try to move the desk OK I try to move the desk OK 那 你想搬桌 那其實 你不會有 一些 unknown result 收出來的 是吧 你想搬桌 不會突然之間 變了一隻狗出來的 是吧 OK 所以呢 這些就是用try 就是我只是嘗試去做 但是做不做到 我盡力了 這樣的意思 好了 最後regrat regrat doing 其實regrat 好像第一個這樣的 都是跟做了和未做 是很有關聯的 OK regrat是後悔 但是只有這個是解後悔 就是因為這個是你做了的 OK 這個是已經done 的 OK 所以才會解後悔 那這個呢 其實只是解sorry OK I regret to tell I regret to tell OK 那 我很抱歉 要說一些東西給你聽 OK 我很抱歉要說一些東西給你聽 所以這個 這個只是解sorry OK 最後的一個課題 在gerent infinitive 就是 有一些情況 其實我們真的可以一句 兩個動詞 OK 就是容許的 就不用to 又不用ing 的 我們叫這些 叫做bare infinitive OK bare infinitive 那 最簡單 最矛的bare infinitive 就是你用那些什麼 語氣動詞 modal verb will can mus 這些都是動詞 但是後面高也是動詞 那就是有兩個動詞 這些是容許的 OK 因為這些叫做動詞 OK 那 有沒有一些是真的兩個動詞 可以放在一起呢 有的 OK 跟五官有關的東西 看東西 聽東西 聞東西 feel 用你的皮膚去feel 那些東西 那跟你的senses有關 的字 OK senses有關的字 那我們都可以就這樣說 I saw the robbers run OK I saw the robbers run OK 好了 那這個呢 都要留意 就是 其實你也可以用gerent OK 你也可以用gerent 兩個呢 其實都是grammar 可以的 但是意思是有少少分別的 OK 這個是高級班的grammar 聽不明白就不要緊 好了 如果你正在用ing OK 如果你正在用ing 這個是whole process 整個過程 OK 而這個呢 只是one action OK 這個只是one action 那就是我見到有個賊 我見到那幫賊 OK 衝了出銀行 OK 那我就是見到一下 哇 握了槍 那當然馬上走啦 還站在這裏看 食花生嗎 OK 所以我只是見到一下 OK 那我就用I saw the robbers run OK 但是如果你用I saw the robbers running out of the bank OK 那就是說我目擊了整個過程 OK 我目擊了整個過程 就是他們怎樣走出來走去哪 那我也有目擊到的 OK 那你就會用ing 這個就是saw someone do 和saw someone doing的分別 OK 好了 make和let 剛才我們一開始已經講過let 現在可以講一下make OK 做一件事呢 這個是一個negative的意思來的 OK 不是說去做他 OK 而是說去逼他 OK 當你逼一個人做一件事的時候 OK 又或者你令到那個人不高興 不開心的時候 OK 那我們就會用make這個字 譬如Bobby make his younger sister cry OK 令到她的妹妹就哭 我們就會這樣講 好了 OK 最後還有一些expression 大家在作文都可以用的 OK 第一個是would rather 這個d stand for would OK would rather 是寧願 記住 寧願 的結構 就是 這個東西是你做的 這個東西是你不做的 OK 我寧願搭的士 就不走路 OK 我不寧願搭的士 就不走路 OK 這樣呢 這樣就是 這樣的結構 兩個都不用用to 又不用ing OK rather than 是可以黏在一起用的 OK 這個就是我不想做的 OK I think we should eat something now rather than wait OK 所以這兩個結構 雖然都是用rather 和用than 但是呢 你要記清楚就是 什麼東西你是要做 什麼東西你是不做 OK 這樣才用得對的 OK 好了 we can do nothing but 這個but 不是解釋 這個but 就是解除了 OK 就是什麼都做不到 除了什麼 OK 什麼都做不到 除了什麼 聽到Jack這個笑話 那 Jill呢 什麼都做不到 只是在那裡大笑 OK 就是太好笑了 實在 會用這個結構 OK I cannot but feel OK 這個都是解不禁 就是 我 控制不到 就 唯有是 發生什麼事 I cannot but feel upset OK 即是說 我不禁 覺得很不開心 當我聽到這個死訊 的時候 OK 好了 大家呢 記得完成這個練習 但是最最最最緊要 這裡已經去到Unit 5 OK 最最最最緊要 記住 在我們之後的作文 其實大家要寫每一句的時候 都要想清楚 就是 我表達的意思 其實有幾個動作的時候 究竟我需要用To還是ing 呢